大家好 欢迎来到奥地利 欢迎来到维也纳机场 我是菲林 如果你对维也纳机场周边感兴趣的话 我们有非常棒的地点推荐给你 你可以乘坐公共交通前往 不过最方便的还是租一辆车 那么就跟我一起来了解美丽的奥地利吧 现在我们所在的是Asterhausen酒庄 在这里它的酒是非常的独特 因为它有从这边的湖区吹来的暖的风 还有从这边的山区吹来的冷风 在这里交汇在一起 所以让这里的酒特别的特别 现在我所在的呢 就是这个夏天里最受欢迎的一个房间 那就是酒窖了 那么现在我身边的是Angelica 让她帮我们介绍一下这边最有特色的酒 我们在这里面最漂亮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面最美丽的地方 在这里面最美丽的地方 我们在这里面最美丽的地方 因为在这里面最美丽的地方 因为在这里面最美丽的地方 因为在以前的海里面有了 我们会有很多的枝枝 和小木材 这帮助非常 elegante 枝枝 和很美丽的酒 可以让我们试试一下吗 当然 当然 这是一个很美的 bouquet 这就是普通的普通的葡萄 它是像桂枝 是像桂枝 很像桂枝 的蜜蜜 我们来尝试 干杯 但是这个味道是很浓烈的 而且会有一点点的咸味 所以干杯 干杯 让我们现在来品尝 美酒和品尝当地的这些 特色的小吃吧 建筑文化美酒还有海盾 如果你想要全部的话 那么就要来我身后的阿斯顿哈吉宫了 那么在这里呢 曾经是皇室的居住地 现在这里还会定期的 举行许多文化艺术交流 是最佳活动 你可以在阿斯特哈吉宫对面的 很richi餐厅 一边享受地中海风味的美食和饮料 一边欣赏宫殿的美景 一天结束时 你可以驱车前往城郊的卡伦伯格山 欣赏维也纳迷人的景色 想要一览维也纳和蓝色多脑河的风光 这里是最佳地点 请持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将为你提供更多有趣有用的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